好了,到了Part D了 这题是问关于Assembly Language的程序 基本上都是历界考生的弱项 因为Assembly Language 基本上现在都比较难直接有得操作 可能在教同学的过程里面 都是比较抽象地说和学 变成了学生对computer operation 或者cpu operation 不是太过了解 所以基本上这些Assembly Code 对学生来说好像ICT科里面的冷知识 好了,回到庭部了 假设这个Sudo Code 或者之前的Program 用的电脑的memory address是8bit 而这个Program statement 就是a加b assign到a这个variable里面 在Assembly Language里面 现在就写成这样 首先有个add的command 这个我们叫做opcode 后面有两个memory address 一个叫做a一个b a表达为1字里面 接着是7个0 这些address我们在Assembly里面 就叫做operand 在这个情况下 现在有两个operand 因为有两个memory address 因为这里涉及了一个加数 即是memory addressA的内容 加上memory addressB的内容 加完 save回去 store回去memory addressA的地方 题目都给了个table memory address 就是这两个 这个就是a 这个就是a 这个就是b 00000lly 10000 1011 这儿就是1000 00011 换回来做docalypticiao 十进制 分别只是11 和131 所以这个command 或者質问 add这两个operand 就是E的value 00001011 就是store它的value 00001011 接着再加上 下面B的value 就是130 2021 加完又再save 这个A的address 这个我们用 实际制操作就是 11加131 加上等于142 122的答案会save 回到A的address 即是这个address 所以最后这个应该装着142 的value 看回头部 它问的是part1 假设这个command execute 一次 这几个地方装着什么 内容呢 第一个memoryaddress 即是1里面7.0 即是A这个variable 一个memoryaddress 最后它一定会装着 即是那个加数结果 这个实际制 就写142 但是我们应该 计算二进制的答案 那我们真的要加持 所以就是00001011 再加1000 0011 例如加的时候 它没有说这个是tools commitment 不是tools commitment 就这样呢 一个只的binary的number 所以我们就不用理会 0行头就是正数 1行头是负数呢 我们是完全不用理的 因为它并不是tools commitment 可以做交数呢 1加1 10 这个呢 1110001 这个呢 就是答案了 1 3.0 接着3.1 1.0 接着它就问了 執行了这个instruction一次之后 究竟MAR和MDR 会装着什么内容呢 那MAR的全品是memoryaddress register MDR就是memorydata register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要看回CPU的operation 它的运作模式 那我们先放大 这个图呢 你看看先 那我们先找呢 MAR MAR就是这里了 Memoryaddress register 那它的功能 或者它的roll角色 是做些什么呢 就是说 凡是我想在Memory里面 某个地址 想拿某些东西 或者想save某些东西 我都要事先将Memory的address 放在MAR里面 那我才能找到它 基本上呢 MAR的角色就类似呢 现在我们要找网页 那很流行呢 就将那个网址 在那个browser address bar那里呢 打那个网址 那里呢 例如这个网站 叫Answer for Hong Kong 那样 那你打这个 就是URL的网址呢 那它就会load到一个网页 那所以MAR呢 其实就是 类似那个address bar的功能 就是呢 给你输入一个地址的地方 那只不过呢 上网呢 我们就打网址啦 Domain Name 或者打个URL 那在电脑呢 你Memory 想找东西呢 你就要将那个Memory address呢 输入来这个 MAR那里 就是 将网址 把address bar呢 这样的情况 好了 那回到这个题目 那现在就问 执行完这个的指令之后 MAR 会装住 哪个Memory address呢 那其实只有两个选择 不是A就是B 那 尤其答案呢 应该是Variable A 那个Memory Address 就是呢 一字后面呢 有7个0 那个address 那留意 这个是说address A stands for address address 就不是里面的value 不是这个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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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这个是value 而已 我们要的答案 是address A的address 那为什么不是B呢 那道理很简单的 因为你看看这句statement的意思 就是A加B的内容 就是Variable A 再加Variable B 加完结果嘛 那结果呢 要再save回去Variable A的地方 所以呢 最后的动作呢 其实是有save 就是assign 那个的动作在这里 如果没见到 最后save下去呢 对象 对象的target 就是Variable A 所以呢 这个答案呢 就是一字后面7个0 这个address 那就一定会是B的了 好了 跟着呢 到MDR MDR呢 就是E的位置 那就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 当你memory呢 拿了些东西回来的时候呢 你是将那些data呢 先是save 在这个memory data register那里 那里 那你留意的是 data d字 mdr d 但是同时呢 mdr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 如果你反过 想将那些data save到那个memory那里 那里呢 亦都是事先 要将那些data 放到MDR那里的 那现在这个instruction 是将Variable A的量 再加上Variable B的量 加完结果之后呢 是assign 或者save 回来A的 那所以呢 那个加余的总数呢 是会先放在MDR那里的 那里的 就是说呢 142呢 或者呢 这个二信息的结果 就会先放在MDR那里 那里 他才有机会 assign它下去 这个Variable A那格那里 那所以呢 这个答案呢 应该就为 10001110 就是那是加速的结果 或者呢 十准小的 142 好 最后看完呢 Part 2了 那会就问 究竟那电脑呢 的Memory呢 究竟有多少个不同的Memory Address 那这条呢 就相对简单 因为它说明了 Memory Address是8bit的嘛 那我们就用回那条 即是无的分配 2的N次方 那个Binded Combination的公式 那就是2的8次方 即是256 那这里我们最后 稍微看一看呢 这里公式 2的N次方 怎样来的呢 那就 例如我们一bit的时候 那呢 只有一个01 那只有两个Combination 就是0和1 两bit 那每个01都开始散业 是不是 那中共呢 就有四个Combination 包括00 01 10 11 那跟着三bit呢 那这里呢 每个bit 再爆开一个01 那就会有八个Combination 00 00 00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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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那每多个bit呢 就将个Combination的数目乘以 那所以 如果是Nbit 那就是2的N次方 那这个8 即是2的3次方 4 是2的2次方 有事就会 是3次 嗯 00